立陶宛因為設立臺灣代表處 為了讓中國經濟制裁 美國是我們才會收聽 為了強調支持臺灣和立陶宛 情緒關係 中國是不斷來表示 美國來打臺灣白的英會受信 另外我們的國法會 和立陶宛的經濟創新報 會不會開這個項目 項目的回憶 立陶宛因為設立臺灣代表處 做到中國制裁 後面的效應 一直拖修 各個都表態支持立陶宛 美國各個是幾個拜託天 美國沒有代表 第幾 這禮拜 聲韓和立陶宛 反對中國經濟協力 中國外交部 齊十再度不斷經過 美國打臺灣白的英會受信 我們敦促立方 糾正錯誤 不要充當反華勢力的棋子 我們也正告美方 打臺灣白得不償失 只會營火燒身 美國民主要表態支持立陶宛 代表處 強調立陶宛是北約東坡 美國支持立陶宛也會繼續 突然侵化美立相比關係 那外交部對這些有我的行動 我們表示感謝並且跟歐洲以及相關的民主 盟邦來合作來共同面對這樣 威權主義的對民主國家的這個經濟脅迫 中國最近一直卡關 立陶宛的商品 臺灣也要出手上廚 繼續待就進行 買一塊南無酒 後有臺灣出手也要買一塊 給卡關的立陶宛 年水將調製成工程的年底來賣 在晚上國發會主委 共民憲 將到立陶宛 經濟創新部長 既行部長是勝負期 就相同投資合作 聯規討論 記者綜合報道